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 我也一样 五天前 我的相机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明明是陌生人的照片 为什么会自动保存在我相机里 去问过修相机的师傅了 师傅说相机没有问题 那这个人 我要怎么理系 虽然他拍的照片能存到我的相机里 也许我拍的 也能传到他那边去 不是吧 还有这种操作 我的相机会聊天 突然想 每天都看见他 跟他分享 火的生活 比如体育中心 扩建了保龄球馆 比如 今天的天气 适合在人民广场散步 听说 最近红豆咖啡挺火的 下次有空 一起喝咖啡 进入运动打卡 完成 有空可以读读这本小说 公司您会帮我挑身衣服吗 快看我剪头发了 像鲁丹不 我觉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哥们夜生活挺丰富的嘛 给你推荐一首歌 你也喜欢听后遥 那我记得了 未经许可 我记得了 你一定要 再加小传 NOT 我记得了 也有 guaranteed 我记得了 我把它 我记得了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看见我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到 大堂里弹钢琴的那个 是我 大堂里什么都没有 等等 你说的是 开业那天 可当我今天推开大堂的门 墙上贴的告示明明清楚地写着 您好 照片上这个人今天有来过酒店吗 这位先生吗 今天倒是没有 不过之前见过他来酒店找什么人 那会儿我们酒店还没开业呢 他进来到处看了看 就走了 那会儿 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一个月前吧 原来你在我的未来 和你在我的过去 我们之间相差了二十六天 所以就算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 还是碰不到彼此 和我那天之所以弄短暂地看待 是因为未来可以看到过去 我都想在这个世界遇见 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时空 我想从今天起 我不该再联系你了 因为我要去见你 靠耀十六天的等待 我终于见到了你 我要用这台相机亲眼记录下 亲亲这个真实的你 走 后来你问我 我们之间 为什么会有二十六天的差距 我想可能是他的魔力 让命中注定的两个人 提前相遇 依自己 遇见 去遇见